在同一时刻 拿波尼度正在重建兰娜 也就是新的神殿 并恢复他的力量 他同样也重建了新的双胞胎孩子的神庙 他们是伊南娜和乌图 他们两个是新的正房宁加尔所生 并由此成为了神皇室的一员 理论上说伊南娜是首先出生的 但实际上她的弟弟乌图 才被认为是长子 并由此成为法定的继承人 不像是发生在 以扫和雅阁之间的敌对竞争 这两个神兄妹非常亲密友好的成长着 他们分享着欢乐和刺激 互相帮助 并且当伊南娜要在两位神中 选择一位作为自己的丈夫时 她找到了她的弟弟来出主意 伊南娜和乌图出生于回忆所不及的远古时代 当时只有助神呆在地球 乌图的城市西巴尔被列为 由苏美尔助神建立的最早的城市之一 拿坡尼度在一个文献中写到了 他着手重建乌图在西巴尔的神庙 伊巴巴拉 伊巴巴拉意为闪光之乌 我寻找着它在远古的根基 我向下走了十八万尺 进入了泥地 乌图伊巴巴拉的大神 向我个人展示了它的根基 是纳拉姆心 萨尔贡之子 三千两百年来 没有任何早于我的君王见到过他 当文明之花在苏美尔开始绽放的时候 在这片两河之间的土地上 人类加入了神的对练 乌图确立了法律与公正的原则 一些早期的法典 除了从阿努和恩利尔那里引用过内容 还提出了要保持赞美和忠诚 因为他们是在与乌图的真言符合的前提下颁布的 巴比伦王汉莫拉比将他的法典刻在了柱子上 在其开篇部分 这个君王告诉我们 这些法律条文都是从助神那里得来的 在西巴尔出土的泥板证实 在古代之时 这里是一个有着公正法律的地方 一些文献描述乌图 亲自坐在对神或人的判决台上 西巴尔实际上是苏美尔的仲裁之作 由乌图所提倡的公正 使人想到新约里的登山宝训 即耶稣在山头上的训导 一个睿智的泥板提议 用这样的方式来使乌图高兴 不要对你的对手做恶事 你会为你的恶行受到报应 公正地对待你的敌人 而面对一个乞丐 给他吃的食物 喝的饮料 助人为乐 做好事 因为他相信正义 或者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 我们之后将会看到 所以他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 乌图被认为是旅行者的保护神 然而 对乌图最普遍 也是最持久的看法 无一例外都集中在他的光辉上 从最早的时候起 他就被称作巴巴尔 巴巴尔意思为发光体 他是乌图 散发着大片的光彩 他点亮了天国和地球 帕摩拉比在他的叙述中 将这位神称作沙玛士 这是他的阿卡德名字 在《闪足以戏》中的解释是太阳 因此很多学者推断 乌图或者叫沙玛士 其实是梅索布达米亚的太阳神 这个神的天际标志是太阳 这么一来 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 他在执行他的祖父恩内尔 交代的特殊任务时 散发着大片的光彩 就像众多记录显示 一个名字称作乌图 或者叫沙玛士的神奇 像是在古代 在梅索布达米亚的人群中 确实存在过一样 同时也有数不尽的文稿 文献 辅咒 神谕和祷告词 证实女神伊南娜 确实有过物理上的存在 他的阿卡德名字称为伊施塔 一个梅索布达米亚的国王 在公元前13世纪记录说 他在伊南娜弟弟的城市西巴尔 重建了伊南娜的神庙 是在一个当时就有 800年历史的地基上重建的 但是在伊南娜的主要城市乌鲁克 关于他的神话 则回溯到了更远古的时期 伊南娜在罗马被称作维纳斯 在希腊被称作阿弗罗底德 在迦南和西伯来被称作阿斯塔特 对亚述 巴比伦 赫梯 及其他一些古文明而言 则是伊施塔或者伊施达 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称之为伊南娜 或者伊宁 或者宁尼 或者其他很多昵称和绰号 她在所有时候都是战争女神和爱神 一个凶狠美丽的女性 虽然她只是阿努的曾孙女 也是唯一的曾孙女 但仍然为自己在天地众神之间 谋得了主神地位 作为一位年轻的女神 显而易见的 她只分配到了苏美尔东边的一块偏远的土地 也就是阿拉塔之地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最高的伊南娜 所有土地的女王 有了她的家 但是伊南娜有着更大的野心 在乌鲁克城里 有阿努的大神庙 只有当阿努极少数造访地球时 才会使用 而伊南娜将她的目光 放到了这个权力宝座 苏美尔国王将美食加格石 列为乌鲁克的第一个统治者 他是神乌图的儿子 妈妈却是人类 在美食加格石之后 是他的儿子恩迈卡尔 一个伟大的苏美尔王 伊南娜则是恩迈卡尔的姑婆 然而伊南娜发现 要劝服恩迈卡尔 相信她可以称为乌鲁克 而不是偏远的阿拉塔的女神 似乎有些小困难 一段被称为恩迈卡尔和阿拉塔之主的 相当吸引人的长篇文献 描述了恩迈卡尔 是如何派遣使者前往阿拉塔 在一次心理战中 用尽了每一种能想到的辩论方法 来迫使阿拉塔屈服 因为伊南娜的仆人 恩迈卡尔大人 让伊南娜成为了阿努神殿的女王 这段史诗不太清晰地暗示了 一个完美的结局 当伊南娜前往乌鲁克时 她没有遗弃她在阿拉塔的房屋 而她成为一个公众之神 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在其他很多文献当中 伊南娜也叫做伊斯塔 被描述成了一个 充满冒险精神的旅行者 伊南娜对乌鲁克的阿努神庙的占领 不可能在恩迈卡尔 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成功 很快伊南娜就被称作 阿努所宠爱的人 在文献中 她被进一步说成是阿努的情人 而且在那之后 伊南娜不仅分享了阿努的神庙 同样分享了阿努的床 不管是在阿努来乌鲁克停留期间 还是伊南娜去到阿努的天国的居所之时 通过这些手段 她成为了乌鲁克的女神和阿努神殿的女主人 随后她用更多权谋来加强自己在乌鲁克的地位 并提升自己的权利 在优法拉底河的下游 处立着一座古城 埃利都 恩基领地的中心 在得知恩基对各种工艺以及科学知识十分精通以后 伊南娜决定前来借用或是偷盗这些秘密 很显然 她将对她这位大名鼎鼎的姑爷施展其个人魅力 伊南娜安排了一次对恩基的单独拜访 结果不出所料 刚开始时恩基并不是没有一点防备 她吩咐她的管家准备了两个人的饭菜 过来我的管家伊斯穆德 听从我的命令 我将告诉一句话 这位少女独自一人 直接将脚步踏进了冥界之屋 这位少女进入了埃利都的冥界之屋 给她吃带黄油的大麦蛋糕 给她浇淋清净心灵的凉水 给她喝啤酒 很快他们喝多了 也都很高兴 于是恩基打算为伊南娜做些什么 伊南娜大胆地问起了神圣公式 也就是这个高度文明的根基 恩基答应给她一百个公式 包括了至高无上的神权 王权 祭祀 武器 法律 法律 印刷 木工 甚至有关乐器和宗教行性行为的知识 当恩基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 伊南娜早就在回乌鲁克的路上了 后悔不已的恩基 在伊南娜后面 用一种令人敬畏的武器拼命追赶 但为时已晚 因为伊南娜 已经坐在她的天国之船里 急速飞往乌鲁克了 在相当多的时候 伊南娜被描绘成一个裸体的女神 炫耀着自己的美丽 在某些时候 她甚至被描绘成一个 撩起裙边 露出下体的形象 吉尔卡美什 是公元前2900年时 乌鲁克的统治者 他是由人类父亲和女神所生 这个伴神 讲述过伊南娜 是怎样诱惑她的 甚至是在伊南娜 已经拥有正式伴侣之后 在一次战斗之后 伊南娜给吉尔卡美什洗了澡 并为她披上一件 有装饰花边的斗篷 用世袋扎上 愉快的伊南娜将目光 转移到了她的见美上 来吧 吉尔卡美什 做我的情人 来吧 给我你的果实 你将成为我的男伴 我将是你的女人 但是吉尔卡美什知道这一招 你的哪个爱人 是你一直都爱着的 他问 你的哪一个情人 一直都能取悦你 在隶属了一大段 她的爱情琐事之后 吉尔卡美什拒绝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伊南娜在众神中 占有更高的地位 随之而来的 则是承担 处理国家事务的责任 伊南娜 也叫伊斯塔 开始进行更多的军事活动 并时常被描述为 战争女神 武装到了牙齿 亚述国王们留下来的文献 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为了她 并且在她的指挥下 投身战场 她是如何直接提出 何时等待 何时进攻 在某些时候 她又是如何 请进在军队之前 还有 至少有一次 她是如何在整个队伍的面前 突然显现的 为了回报他们的忠心 她承诺 给亚述王 长寿和成功 我将在一个天上的 金色房间里看着你们 她向他们保证 但马杜克的崛起 使她遭遇到了一个艰难时期 并变成一个痛苦的战士 在马杜克的一个文献里 拿破尼杜说 乌鲁克的伊南娜 住在金色内殿的高贵公主 骑在由七头雄狮牵着的战车上 乌鲁克的居民 在欧巴马杜克的统治时期 改变了对伊南娜的崇拜 移除了她的内殿 并放弃了对她的信仰 拿破尼杜离开了愤怒的伊南娜 从此待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文献中没有说该地的名字 可能是因为将爱与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伊南娜选择恩基的小儿子杜姆兹 作为自己的丈夫 许多古代文献都在讲述这两个神之间的爱与恨 一些是描述形象美丽的 做爱场面的情歌 其他的一些则讲述伊南娜 是如何发现杜姆兹在庆祝她的离开 于是伊南娜安排了丈夫的被捕和下落冥界 一个由她的姐妹厄里斯奇格 及其丈夫奈格尔统治的区域 在一些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中 讲到了伊南娜后来为了寻找她的 被驱逐的爱人的冥界之旅 在恩基的六个已知的儿子里面 有三个在苏美尔神话中拥有具体描写 长子马杜克最终篡夺了王座 奈格尔成为了冥界的统治者 杜姆兹娶了伊南娜或者叫伊施塔 恩利尔同样有三个儿子 在神界和人界的事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尼诺尔塔由恩利尔的姐妹 宁霍尔萨格所生 是个法定继承人 兰娜也叫辛 恩利尔正是伴侣宁霍尔所生的长子 最后是一个由宁霍尔所生的小儿子 称为伊西库尔 意思为山或远山的大地 他常常被称呼为阿达德 以为所宠爱的 作为新的弟弟和乌图及伊南娜的叔叔 阿达德更多地以他们待在家里 而不是他自己的神庙里 苏梅尔文献中经常把他们四位放在一起 阿努造访乌鲁克的仪式 同样也将这四个神放在了一起 一段文献中描述通往阿努的庭院的入口处 王座房间是通过 辛、沙玛士、阿达德和伊斯塔之门到达的 另一段文献是由西莱寇首先公住于世的 他用一段诗运的语言描述他们四个悠闲的共度夜晚 阿达德和伊南娜之间似乎有种很深厚的喜爱 他们两个甚至被形容成几乎总是粘在一起 在一块残碑上 一名亚述的统治者接受了阿达德和伊南娜的赐福 阿达德被描述为拿着戒指和闪电 伊南娜则拿着他的功 第三个神由于悲克太残破而不能识别出来 除了这种柏拉图式的关系之外 他们对于这种喜爱还有没有更多的理由 特别是由于当伊南娜有着为数不少的爱情琐事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 在圣经的圣诗集雅各里 一个爱玩的女孩叫她的恋人为DOD 这个单词既是爱人又是叔叔 现在伊南娜是否该这样叫阿达德 因为她就是那个既是恋人又是叔叔的人 但是阿达德也叫伊西库尔 不仅仅是一个花花公子 她还是一个明智的神 她的父亲恩利尔赐给了她暴风神的力量和权力 她被狐狸安人、赫提人称为特什波 被乌拉尼亚人称为特殊波 这两个名字都意思为古风者 被亚摩利人称为拉玛努 意思为雷神 在迦南她是拉吉姆 意思为冰雹投掷者 在印欧语中则是布里亚石 意思为光源 而在闪足语里 它叫梅尔 其含义是他点亮了天空 汉斯·斯奇·洛比 展示的一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神奇名单 证实 伊西库尔是一位远离苏梅尔和阿卡德的统治者 正如苏梅尔文献中所表达的 这并不是意外 看起来确实是恩利尔自己派遣他年轻的儿子 去到梅索不达米亚北边和西边的山地 并成为那儿的常驻神 可他为什么要将自己最受宠爱的小儿子派遣到远离尼普尔的地方 一些讲述年轻神奇之间的冲突 甚至流血事件的苏梅尔史诗神话被发现了 许多印章都描述了神与神之间的战斗场面 可以看出 最初存在于恩基和恩利尔之间的冲突 在他们的儿子之间继续了下去 并且更为激烈 有些兄弟之间也会反目 比如凯恩和阿伯尔的神话 有时战斗的对象是一个被认为是库尔的神 而这个库尔唯一的可能就是阿达德或者叫伊西库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恩利尔同意给他的小儿子 一个很遥远的领地 因为如此一来才能让他远离这些争夺 权位的危险的战斗 阿努的儿子们 恩利尔和恩基 以及他们的后代 在王室血统中的地位 用的是一种独特的苏梅尔方式来表达的 用数字分类 对这个体系的发现 同时还让我们知道了 当苏梅尔文明出现时 天上与地上的主神圈里的成员构成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主神圈是由12个神级构成的 对这个密码数字系统确实存在的暗示 第一次出现在关于 辛、沙玛士和伊斯塔 这几个神明的一些文献中 他们偶尔会分别用 30、20、15这几个数字来代替 在苏梅尔的数字体系中 最大的单数60代表阿努 恩利尔是50 恩基40 阿达德10 数字10和它的六倍数 由此代表着男性神器 有五结尾的数字 则可以认为是代表女性神器 以下是六位男性神器和他们代表的数字 60是阿努 50是恩利尔 40是恩基或者叫爱 30是兰娜或者叫辛 20是乌图或者叫沙玛士 10是伊西库尔或者叫阿达德 以下是六位女性神器和他们代表的数字 55是安图 45是宁利尔 35是宁基 25是宁加尔 15是伊南纳或者叫伊斯塔 5是宁霍尔萨格 我们不必惊讶 他也是用50来表示的 就像他父亲一样 在其他一些文献中 他在王室中的地位 是用一段密码信息传达的 如果恩利尔走了 你 尼诺尔塔 穿上他的鞋 但是直到那时 你都不是十二神之一 因为五十这个位置已经被占了 同样 我们不必为另一件事感到惊讶 当马杜克篡夺了恩利尔王权 他坚持宣称 助神将五十个名字赠给了他 五十这个位置也成了他的 苏美尔还有很多其他的神 众大神的孩子 孙子 侄女和侄儿 同样还有几百个 拥有名字和固定地位的神奇 称作阿努纳奇 被指派担任普通职务 但是主神圈 只有十二个 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了 古代近东的居民是天上和地上的助神 他们可以从地上升到天国 就像是任意的在地球上空漫步一样 一段文献讲述了伊南娜被一个人强奸 这个人现在已经无法识别 那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如此的辩解 有一天 我的女王 在跨过天国 跨过地球之后 伊南娜 在跨过天国 跨过地球之后 在跨过伊拉木和舒布尔之后 她变得疲惫 进入了梦乡 我在我的花园边缘 看见了她 亲吻了她 与她交构 伊南娜在这里被描述成 穿越了天国的大片遥远的土地 这只可能是飞行 她自己提到过 她的另一次飞行 在由朗顿命名为 献给伊尼尼的古典崇拜仪式的文献中 这位女神 因从自己的城里被驱逐而感到悲哀 按照恩利尔的命令 一位使者给了伊南娜天堂的话语 进入了她的王作室 使者没有洗过的手放在我身上 并在其他一些不礼貌的行为之后 我从我的神庙里 他们让我飞起 我一个女王 从我的城市 像只鸟 他们让我飞走 拥有如此的能力 伊南娜和其他主神一样 常常在古代的艺术品上 被描述成有翅膀的 正如我们曾看见过的 其他各方面都是很迷人的 这双翅膀 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 并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不是天生的翅膀 更像是神的衣服上的事物 伊南娜 也就是伊斯塔的广泛的旅游 往返于她最初在阿拉塔的偏远领地 和她后来在乌鲁克的住所之间 在很多文献中都有提及 她拜访过埃利都的恩基 和尼普尔的恩利尔 也到过乌图的城市西巴尔 去拜访她的弟弟乌图 但她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是去往明界 她姐妹厄里斯奇格的领地 这段旅行不仅仅被史诗和神话记录了 还被雕刻在了很多浮雕和印章上 后者展示了这位背着翅膀的女神 从苏梅尔飞往明界的画面 讲述这段冒险旅行的文献中 描写了伊南娜 是怎样在旅行的开始之前 将七个物体放到自己身上 接着又是怎样 在穿越通向她姐妹住所的七道门的时候 不得不将他们丢弃的 在其他一些讲述伊南娜的空中旅行的文献中 也提到了七个这样的物件 第一个是放在她头部的叫 第二个是在她耳朵上的测量坠视 第三个是围在她脖子上的小蓝石项链 第四个是一对在她肩上的石头 第五个是她手上的一个金柱 第六个是扣在她胸前的袋子 第七个是穿在她身上的Polar服 虽然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解释 这七个物体是什么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 答案早就是现成的了 从1903年到1914年 在对亚述都城阿舒尔的考古发掘中 沃尔特·安德鲁和他的同事们 在伊什塔的神庙里 发现了一个受损的女神雕像 她有各种各样的奇特装置 被安放在她的胸和背上 1934年 考古学家们在马里的挖掘活动中 又发现了一个很相似 而且相当完整的雕像 这是一个有着真人尺寸大小的美丽女人 她带着一个不同寻常的 有一对脚装点着的头饰 表明她是一位女神 站在这尊拥有四千年历史的雕像旁 考古学家们为她的极度仿真 而感到无比激动 黄眼一看 一个人很难发现 这不是一个活着的人 而是一具雕像 他们把她称为花瓶女神 因为她手里握着一个柱状物 不像浮雕和壁画那样 这个真人尺寸大小 拥有三维效果的女神雕像 勾起了人们对她的着装的极大兴趣 在她的头上不是普通的女帽 而是一个奇特的头盔 从两边伸出来的东西 让人联想起宇航员的耳机 她的脖子和前胸 是一串用很多蓝色小石头 可能是宝石穿成的项链 她手里拿着的柱状物 如果是用来装水的瓶子 那就太厚重了 她穿着一件用透式材料制成的衬衣 两条带子在她胸前穿过 指向一个矩形的奇特盒子 这个盒子紧紧地绑在女神的脖子后面 并用一条带子绑在她的头盔上 这套装备的穿戴是在两套绑在女神背部和胸前的 十字形的带子的帮助下完成的 伊南娜用于空中旅行的七个物件 和在马里出土的雕像的着装 当然还有在阿舒尔的伊士塔神庙中发现的残缺雕塑 这之间的联系是不言之明的 我们可以看见测量耳坠 也就是耳机在她的耳朵上 小石头项链在她脖子上 两个石头两个尖垫在她的肩上 还有她手上的金柱 以及呈十字形绑在她胸上的紧身带 她的确是穿着一套抛了服 也就是统治者之服 戴着一个叫舒加若若若头盔 这个词的意思是 使旅行更深入太空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相信 伊南纳是一个宇航员 旧约中将主的天使称作马拉基姆 意思是带着神的信息和指令的使者 就像所有的例子中所讲述的那样 他们是神圣的飞行员 雅各看见他们在一个天梯上向上前行 他们在天上叫住了夏甲 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 而且是他们在天上导致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 圣经在记录这些事件的时候 一方面他们被描述的相当迷人化 在另一方面 他们会在一旦被人看见的时候 就被发现是天使 我们知道 他们的出现是很突然的 亚伯拉罕睁开了眼睛 看见有三个人站在他身边 他向他们鞠躬 并称他们为我的主 他恳求他们 别忽略你们的仆人 并服侍他们洗脚 休息和吃饭 在接受亚伯拉罕邀请之后 两个天使便前往了索多玛 另一个变成了主本身 罗德 亚伯拉罕的侄子 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 脸浮于地下叩拜 并说 我的主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 住一夜 清早起来再走 接着为他们预备筵席 烤无教饼 他们就吃了 当天使来到城里的消息 传遍全城的时候 全城的人 无论老幼围住了房子 问罗德 住在你这儿的两个人在哪儿 这两个人 他们要吃 要喝 要睡 还要洗脚 是怎么那么快就被辨认出 是主的天使的 唯一说的过去的解释就是 他们的穿着 头盔 或是制服 或者是他们手中拿的武器 让他们很容易被辨认 他们拿着奇特的武器 是很有可能的 这两人在索多玛 就要被众人汗死的时候 他们是门外的人 无论老少 眼都昏迷 他们摸来摸去 总寻不着房门 另一个天使 这时出现在积淀的面前 积淀是以色列的法官 天使通过用他的棍子 接出一块岩石 来授予积淀一个圣印 岩石上就冒了一团火出来 由安德鲁带队的小组 在阿舒尔的伊斯塔神庙里 发现了另一个不太寻常的雕刻 与其说是浮雕 不如说它是刻在墙里面的雕塑 显然 女神头上带着一个 两边有类似宇航员用的耳机 伸出来的紧身 头盔 上面还有两个很明显的护目镜 不用说 任何人看见这样的穿着 都会在第一时间就认为 这是一名宇航员 在苏美尔遗址发现的小泥塑 有一部分被认为是拥有 5500年历史的 他们很清晰的表现了 这些天使所使用的棍形武器 在一个泥塑上 我们可以透过护目镜看见头盔下的脸 在另一些泥塑上 这些使者戴着截然不同的锥形头盔 并穿着用一些圆形物件装饰的制服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圆东西的用途 这些面罩或护目镜是最引人注目的 因为公元前四千年的苏美尔 有着大量的薄饼状的泥塑 用一种较为风格化的手法来描绘神的上半身 并夸大了他们的特征 即戴着面罩或护目镜的锥形头盔 在特尔布拉克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泥塑 那里是哈布尔河流域的史前遗址 正是在这里的河岸上 以希洁看见了神的战车 毫无疑问 不仅是赫梯 通过哈布尔流域连接到苏美尔和亚甲 都用一个显然是眼睛的形象 来表达神这个概念 同样 这个用艺术手法来表示的神的符号 不仅仅存在于小牙细亚 同时还存在于古代希腊 古代文献中指出 祝神不仅仅是为了在地球上空飞行 同时也是为了升入天国 伊南娜在讲述她到阿努的天国住所的时候 解释说 她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次旅行 是因为恩尼尔亲自将神圣的 M-E 服穿在了我的身上 文献中引用了恩尼尔对她说的话 你已经穿上了M-E 你已经将M-E记在了你的手上 你已经穿上了M-E 你已经将M-E绑在了你的胸前 M-E中的皇后 噢 躍动着的光芒 她的手握紧了七个M-E 一个名叫恩迈杜兰基的苏美尔先王 被邀请到过天国 她的名字的意思是 拥有连接天国和地球的M-E的统治者 一部由尼布甲尼萨二世留下的文献 描述了一个为马杜克的飞天战车 而重建的特殊的亭子 说它是天地7M-E的加强房屋 学者们认为 M-E是神的能量物体 这个术语来源于 在天河中游泳这一观念 伊南纳形容它们是天服 她穿着它们坐到天国之船旅行 由此这种M-E是一种 用于在地球上空和外太空 飞行的特殊衣物 希腊的伊卡洛斯神话讲到 它将带羽毛的翅膀 用蜡粘在身体上尝试飞行 来自古代近东的证据显示 虽然神被描述成带翅膀的 以显示它们的飞行能力 或者可能是有时需要穿上 带翅膀的衣服 来显示它们的飞人身份 它们却从来不通过拍动翅膀 来进行飞行 相反的 它们使用运输工具 来进行此类活动 旧约告诉我们 族长雅各在哈兰郊外过夜 看见一个天梯降了下来 主站在梯子的最上方 吃惊的雅各受到了惊吓 他说 是的 一位神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多么令人畏惧 是啊 这是主的寓所 这是通往天国的门廊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 是那些天神 在天国的门廊上下 使用了一种设备 一个梯子 第二个是这样的场景 让雅各大吃一惊 当雅各在地上 躺下睡觉的时候 主的寓所 梯子和主的天使 并不在那 突然的 有了令人敬畏的视野 而且到了早上 寓所 梯子和所有其他的 又都不在了 我们可以认为 这些天神 所使用的道具 是某种飞船 这样才可以 突然出现在某个地方 停留一段时间之后 再次消失于 人的视野 旧约里 同样还记录了 先知 以利亚 并没有死在地球上 而是 在一阵旋风中 升上了天堂 这并不是一个 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事件 以利亚的升天 是预先安排好的 她被告知 在特殊的一天 去主的房子 贝斯艾 在她的门徒中 早就有流言传说 她将升入天堂 当他们询问她的助手 这些流言 是否真实的时候 她证明了这件事 的确 主今日将带走师父 接下来 出现了火马拉着的火战车 以利亚在旋风中 升入天堂 更著名 而且表述的更为清楚的 是先知 以西捷 看见的天国战车 他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 哈布尔河岸边的尤地亚 天国之门打开了 我看见了主的出现 以西捷看见的是一个人形物体 被光芒包围 坐在一辆战车里的王座上 王座放置在一片金属苍穹上 战车本身呢 可以走任何的轨道 还可以垂直升降 被这位先知形容为 一股炙热的旋风 我还看见有一股来自北方的旋风 伴随着一团火云 有光芒围绕着 在光里 在火里 有着炙热光运般的光辉 不久之前 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 比如美国宇航局的 约瑟夫·布拉里奇指出 被以西捷看见的战车 实际上是一个带有螺旋桨的 在四个架桩上 有着驾驶舱一样的飞船 所以被认为是旋风 大约两千年前 当时的苏美尔统治者古蒂亚 为他修建的尼努尔塔神庙 举行了一次庆祝 他在记录中写道 一个像天国般闪耀之人 戴着头盔 这位神出现在他的面前 当尼努尔塔和两位天神 出现在古蒂亚面前的时候 他们都站在尼努尔塔的 圣黑风鸟的旁边 结果 修建这个神庙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构建一个安全区 这个神庙的内部 是停放神鸟用的 关于这次修建工程 古蒂亚记录道 需要从远方运来巨大的梁柱 和大块的石头 只有当神鸟可以被放在里面时 神庙的建设才算完工 这个物体非常重要 神圣 以至于始终有两件神兵守护 至尊猎手和至尊杀手 他们可以发射出致命的光束 圣经神话与苏梅尔神话中的描述 是极为相似的 包括这些天神和他们的交通工具 在文献中 这些交通工具被描述为 鸟 蜂鸟 旋风 等物体 他们能在一团光辉之中 升入天上 毫无疑问 这只能是某种飞行器 在特尔加苏尔 发现了一些 让人难以理解的壁画 那里是死海东边的一个遗址 人们尚不清楚它在古代叫什么名字 而那些奇怪的壁画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帮我们一把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 当时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一个巨大的 有八个点的指南针和一个在中状房间里的带着头盔的人的头部 以及两个完全有可能是古代所谓旋风飞船的形象 古代的文献同样还提到了一些用于帮助宇航员升天的交通工具 古地亚陈述说 当神鸟升到空中开始盘旋的时候 它们让人想到飞天的砖头 这个被守护着的库房被形容成大个的石头房子 乌鲁卡基纳 拉格什的统治者 曾对圣黑蜂鸟尊敬地说道 燃气火焰的MU 我已修建得又高又强 与之相似的 鲁乌图曾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统治着乌玛 他为乌图的神奇在他神庙中指定的地方 修建了一个MU 专用的被形容为那里有火焰向外散发的地方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二世 留下了有关重建马杜克圣域的记录 其中讲道 在一道加强城里面 也就是用烧过的砖 与闪闪发光的条纹大理石制成的墙 我升起了船 IDGEUL的头部 这高贵的马杜克的战车 还有船 Z-A-G-M-U-K-U 可以看见它的接近 这往返于天地之间的伟大的旅行者 在区域最中间 我上去了 用幕布隔开它的两边 IDGEUL被用于描述伟大的旅行者 或者马杜克的战车的第一个单词 可以很明确的解释为 高质天国在夜晚发光 Z-A-G-M-U-K-U 是形容这些交通工具的第二个单词 很明显 它是停在一个特殊区域里的船 意思为 为了远征的 明亮的M-U M-U 一种椭圆形 锥形的物体 被置放在天地众神的神庙内部 某个神圣区域 是可以被证明的 在地中海海岸 现在的黎巴嫩位置的 毕波罗斯 发现的古代硬币 来自于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 描绘了伊斯塔的大神殿 毕波罗斯 也就是圣经中的加巴类 这枚硬币描绘了三分之二个神庙的 三分之二部分的景观 前面是神庙的主建筑 和庄严的门廊柱子 后面是一个内部庭院 或者圣域 用一个高大的墙围住 很明显 这是个凸起的区域 因为只有通过一些 上行的梯子才能到达 在这个神圣区域的中心部分 有一个特殊的平台 它的大梁建筑 像极了埃菲尔铁塔 好像是为了承担起 极大的重量 在这个平台上 有一个物体 它只可能是MU 和所有苏美尔 像型文字一样 MU有一个基本含义 就是直线上升的意思 它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含义 高 火焰 指挥 被记录的时段 就像后来的 被记住的那一个 如果我们将亚树和巴比伦的 一些形文字中的MU 溯源到苏美尔 像型文字中的MU 那么这些图形将显示出证据 我们很清楚的 我将在天上的金色房间 看着你们 他穿上了天上的事物 他穿上了天国 他勇敢地升上了天国 穿过所有有人的土地 他在他的MU中飞行 在MU中的女士 用充满乐趣的翅膀 升入高高的天国 穿过所有无人的土地 他在他的MU中飞行 有证据显示 在地中海东部的居民 曾经看见过这种 形似火箭的物体 不仅仅在神庙的库房里 而是的的确确在飞行 例如一些贺七符号 显示了飞行中的巡航导弹 发射架上的火箭 以及一位在散发着光芒的 房间里的神 法兰克福教授 在圆统图章艺术中 论证了他们是如何制作 这些美索不达米亚图章 并让其描述的形象 流传整个古代世界 在克里特发现的公元前 十三世纪的图章上的形象 描绘了一艘正在空中旅行的 火箭飞船 其尾部由火焰助推 戴翼的马 缠在一起的动物 戴翼的天球 以及在头盔上 由脚伸出的神奇 都被证明了 他们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形象 这就完全可以推断出 出现在克里特的 带火焰的火箭形象 也是由古代近东流传过来的 确实 带有翅膀或急 用一个梯子到达的火箭形象 也可以在从基色出土的泥板上看到 基色是古代迦南的一个城镇 在耶路撒冷的西边 同一个图章的两个相似版本 都显示出了一个火箭 停靠在一棵棕榈树旁边 这个物体的天空属性及归属地 由装饰着它的太阳 月亮和黄道带上的星座符号 表现了出来 很多提到过神庙的仓库区域 或是神的天国旅行 甚至还有凡人升天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 都使用了苏美尔文字MU 或是它的闪足版本 SHUMU SHAMG SHEM 因为这个词同时还有 被记住的那一个的意思 它后来也就有了名字的意思 但是早期文献中 名字一词的普遍使用 混淆了它们的原本含义 由此 巴顿在苏美尔和亚甲的皇家文献艺术中 给出了对古迪亚神庙中的文献的翻译 原文 它的MU将拥抱着地平线 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意思 翻译过来就是 它的名字遍布天下 一首写给伊西库尔的赞美诗 则表明 二者其实是可以随时置换的 你的名字发着光 它到达了天国的顶点 显然这里的名字应该是MU这种物体 要素颜这个词的词源并不是很困难 而且天上的房间的来源 可以推测出是名字一词 有出土的雕塑显示 一位神在一个火箭状的房间里面 而十二个天体围绕在外面 这个雕塑现在被存放在费城大学博物馆 有很多土章都极为相似的描绘了一位 有时也是两位这样的神奇 他们在椭圆形的神圣房间里受到尊崇 在人类的国王和统治者出现之前 他们将自己的形象刻在了石柱上 通过这些石柱 他们把自己与天国的永恒居所联系在一起 如果他们最终无法避免的被遗忘 至少他们的名字MU会被永久的记住 这些纪念石柱是在模拟一个喷火的飞船 苏美尔人叫他们NARU 意为上升的石头 阿卡德人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叫他们拉鲁 意为发光的物体 阿木鲁人叫他们纳拉斯 意思为喷火的物体 在西伯来 NAR至今都有发光的柱子的意思 由此衍生出现在的蜡烛一词 在哈兰和赫梯印欧语里 这些石柱被称为呼阿西 意思为石头火鸟 圣经的内容显示了两种类型的纪念碑的近亲关系 YAD和SHEM 先知以赛亚给苦痛中的尤地亚人 带去主承诺的更好更安全的未来 我会给他们在我们房子和我的墙里面的YAD和SHEM 照字面翻译 这意味着主承诺给他的人民的是一只手和一个名字 幸运的是 圣地至今都还保留有一个被称作YAD的遗迹 我们是通过他酷似方间塔的顶部认出他的 SHEM与之不同 是一个椭圆顶纪念碑 这样一来 看上去似乎有些明白了 他们都是模仿天上的房子 这种助神升空所用的交通工具 事实上 在古代埃及 那些虔诚的人前往太阳城的一个特殊神庙 进行朝圣活动 是为了建道并朝拜本本石 一个方间塔状的物体 传说他在太初之时随着神来到地球 埃及法老在他们死的时候 都有一次张嘴仪式 被猜测是用一个YAD或是SHEM 将他们升入天国以获永生 大量的圣经翻译人员 在遇到SHEM一词的时候 通通将之翻译为名字 这完全忽略了超过一个世纪以前的 雷德斯罗布的一个相当有远见的观点 他在德国杂志上很正确的指出 SHEM和SHAMAIM意思为天国 他们的词源都是SHAMAH 意思是很高的 旧约中有对大卫王的记录 说他制作了一个SHEM 象征自己在阿拉米的卓越功绩 雷德斯罗布相信 他并不是取了一个名字 而是修建了一个指向天空的纪念塔 在许多美索布达米亚文献中 我们遇到的MU或是SHEM 其实很多都不能被翻译为名字 而应该翻译成飞行器 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那些古代文献的真正含义 其中就包括圣经中的八别塔 圣经用很简单明确的语言记录了这一世界 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翻译家的努力 都只能从这段故事中读出预言类的意义 因为在他们的认识里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打算为自己取个名字的故事 真正的意义其实是如此的接近 我们认为SHEM的含义能让这个故事充满意义 就像古代人曾经认为的那样 圣经中的八别塔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大洪水之后 地球的生物再次复苏 有一些人从东方来 他们在士拿地发现了一片平原 他们定居在那里 士拿当然就是苏美尔 南部梅索布达米亚的两河之间的平原 而那些人 他们已经掌握了制砖和建造较高建筑物的知识和技能 他们说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 然后主就对旧约中并没有点名的他的同僚说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 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 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 名叫八别 意思为变乱